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先发 在赛前我们拿到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出乎意料 因为今天的广沙队是上来派了一个全滑班 可以看一下现在双方的首节比赛 首先的是北京队的进攻 突破被两个人在正面拦住之后 尝试把球分出来出现了失误 广沙的第一次防守就成功 今天广沙一上来了 孙悦一突破采取了一个协防的包夹 或是环球的一个失误 今天李志导在阵容上的安排也是有他的考虑 第一节派出了一个全滑班 对对北京队来说 在这一节在全滑班 对浙江广沙全滑班的情况下必须要有这样优势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后面的比赛就非常难打 是来看一下 这边广沙的进攻 两个回合下来了 这个广沙的防守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 今天广沙的一个先发 一号的王子瑞 五号的苏若瑜 十三号王征 三十号的赵大鹏 和三十一号的孙赫南 一个全滑班的阵容 北京队方面呢 三号的马布里 九号的孙悦 十三号朱燕熙 三十三号的王小辉 和五十一号的吉哲 看看那边低脚的机会 所以一开场 广沙队这个二三联防 还是防得非常成功 到了鹏 突进去一个抛头 也是没打中 马布里 北京队又有外线出手的机会 这次投中了 看到这边的朱燕熙 命中一击三分 篮板球 在篮下 朱燕熙拿了 孟小辉 这边球还是给到 马布里 岁月 还是外线 广沙队这边的进攻 推进速度很快 但是运球出现了失误 所以这个年轻球员 倒地后帅 还是在经验上 还是有点不足 是 马布里 没有完全摆脱的情况下 这球还是投中了 对 他这个 比如说在第一节 能源的安排 以及他的防守的战术 二三联防 那么呢 也是针对这个马布里 因为马布里呢 在一对一的防守下 浙江广沙的确实要还马布里 难度还是相当大 是 王正 好夹 这边呢 北京队也是一个二三联环 嗯 这边是北京队的三四三号 王小肥 光鬼了 No 孙克兰的罚球是两罚两中 这边 宝萨突然又变换自己的防守啊 守了一个扩大紧逼 但是呢 北京队还是非常顺利的把球传到前场 接下来呢 朱元熙这次是在底角啊 命中了一个三分 突进去 篮板球 往下这边呢 开始这个承诺率都是非常高 对 前面的四分都是快速对方防守 对方抢断以后呢 快速反击 再来 就是这样的突破上篮 所以这个球呢 虽然是拍到球了 但应该是之前已经是先有一个犯规的动作 脚下有一个 脚下一个动作 看赵大鹏 其实广萨队这个赛季在李孙杨指导带领下这帮年轻人的成长还是相当不错的 现在在场上打了像这个赵大鹏90年的90年的好几个 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个的年轻球员通过常规赛三四次场的断练的确实跟三个赛季进度不少 马布里这边湖顶的位置是三分出手 这次没有投中 又是这样的快攻推进 球拿好之后再给到内线漂亮 突进去之后一个基地给到了苏若鱼的手上 你看他今天这个场上的王子内也是90年了 所以都非常年轻 令王增坐在内线二三联绒里面的6篮板以后的快速反击 这段时间北京队外线的命中率还是不错了 对这边是孙岳啊 包括之前王小辉朱燕熙都有三分的命中 哇这边出手投了个三不沾 可以看到北京队开场到现在啊 三分球六投三中 广沙继续守一个连防 这边的一个位置好像不是太合理 对朱燕熙呢沿着底线溜到这个角 如果这球能接住的话又是一个好机会 好球漂亮 好方程到了篮下最后这一下太软了 他第一下接球不要运球 第一下直接就可以起来了 对感觉对自己的这个力量不是太有信心 好不离 往里突 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这边急折 就是从这个开场就对 准备管车来说对北京队这个突破还是防止还是相当不错 对 所以北京队呢更多的进攻只能是在三分线外啊尝试远投 但好在呢这一节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外线的命中率不错 而且几个人都有三分球 看看这边的三分 好的 好 我今天看到是孙鹤南啊 有这是今天往上的第一个三分球 这也是90年的 所以场上呢现在的王泽也是90的 排除了全是90的只有年轻 整个就是一套这个90后的阵容啊 有点出人意料啊这个季后赛第一场在自己的主场上来这样的一套阵容 所以他对外援这个使用就四节六轮次的话这样子的话啊后面三节他就会全部是双外援双外援 这算不算是李春江的一个出棋制胜呢 但是出棋是棋了但是看能不能制胜啊 那个内线啊还是显得稚嫩了一些 苏若鱼和王泽两个人 没有一个绝对的力量 包括在这个技巧上面办法也不是太多 包括王泽当时在东莞银行的时候呢 他这个季后赛的上场的机会也是发现少 包括强卫赛他上场机会都是比较少的 这边看到虽然说北京队今天上来已经是投中了四个三分球了 但是广萨这边啊孙贺南的表现很抢眼已经是七分 就是广萨了这一段时间呢 他的主要的这个得分呢 还是以攻击对方的内定 这边朱燕熙已经是第三个三分了 而且全部都是在这个底角的位置 可以看到朱燕熙已经11分 就北京队场上这个阵容 你朱燕熙包括宅小船 这个孙悠 马布里外线都有三分了 对 今天呢可以说第一节他也是排除了一个小个阵容 嗯 因为今天呢那个 大中分那个张 张冲超不在场上 马布里这边又来 今天反倒马布里三分到现在还没打开局面 其他几个人都有 孙悦 运了一下之后再跳投 还是没中 广萨这边看来比较强调是进攻一个推进的速度 对 他这个阵容出来就是拼速度 嗯 包括他的防守 防守是在二三联防 就是篮板以后的快速反击 对 这边上篮 但是再打进 呃 这边的退防也回不来了 是 这个比分的分差稍稍被北京队拉开一点 现在是领先7分 呃 不知道李春江的计划当中啊 这套阵容打到什么程度 他是达到自己的一个预设啊 强行的往里突 照犯规 所以他这个阵容都是第一阶旋途的攻击北京队的内线 是 因为呢 确实比较年轻 脚下了快 快 灵活 嗯 呃 里 里根 这边的北京队是要 呃 进行人员的调整 里根呢 呃 他的这个速度很快 力量 非常好 而广杀这边依然是在用今天先发的呃 这五个年轻的球员这边又守一个扩大紧逼 对 我回来之后继续是一个联防 哦 这个高标还好 基本上成功了啊 防下来了 嗯 在比赛当中还是比较模糊 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显得不是太完善 这边连续两次进攻 是追求快 但是成功率不是很高 这边这位马布里站上了罚球线 一把竟然没错 马布里今天第一阶的状态不是很好 自从他受伤回来以后 整个北京队以马布里为和亲 但是通过常规赛的后面几轮比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球队的状态不是很稳定 就是喜福相当大 对 南板这边往下反而还领先着北京 哇 这个实在是内线太软弱了 从这里看得出来 他的腰部力量 一看以后就发软 最后这一下的时候 感觉就顶不出去了 这边急者被对方倾打 然后广沙这边要稍作调整 这边呢是患上33号的张永鹏 又是一个90年的年轻队员 直接往篮下冲 哇 这真敢打 套用这一下 对 这个 两个人在篮下 赵冲 所以这就是年轻球员 在场上的 这种 动智还是相当小 对 这完全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啊 利用速度加起来之后 横冲直撞 就出身牛犊不报复 没错 北京队这边上翟小川 两个罚球其实力量都偏小了一些 往上今天的防守的战术 就是先守一个扩大紧急 接下来呢 落回一个联防 北京队我们看到外线的球 这球是失误了 之前几下倒的都不错 我今天这个 我今天让冲结这个撞速安排了 针对性还是相当强的 他主要就是二三连环了 针对马布里这个点就是 因为马布里就是他的一对一 都能突破能力 在广赛这帮年轻球员里面 你也找出防他了 很少 太难了 对 所以他只能通过二三连环 这几次的就是收缩防守 突破以后的关门 确实做得不错 这边有失误 今天这个失误让北京队也打了最少这个快速失误场击 对 这边呢 是两分有效 再加一个罚球 这样说这个速度也很快 拿球 明星队员在场上 确实 不会出现一些这样的失误 会显得有点毛躁 罚球没有罚进 17比24 第一阶比赛还有一分半钟 出进去一个抛头 没有 北京队这边马上打一个反击 一个二打一的机会 苏河南只能是犯规了 前面都晃得相当好 就是最后这下 下手这下 这段时间呢 广沙队快速反击 但是呢 包括在阵地战当中 不要阵地战当中 确实广沙队的 你要进攻 要得分 难度相当大 对 根据北京队员 他这个场上的 鼓勇 他这种经验 那么呢 没有对华呢 北京队这段时间 因为这个广沙的15 快速的缓急 也得了不少分 在比城一下拉了8分 26比17 比城江感觉还能沉得住气啊 这可能也是在他预料 对 所以刚才我们说 就是他对这一套阵容的一个预设 是打到什么程度 就是打多长时间 包括这个比分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 让我们捧 对北京队来说 他尽量要多拉开分数 对 第二阶了对方就可以双外援 那你北京队呢 只能比一个外援 应该是会上莫里斯 然后让老马下来休息 这边干扰之下 三分投了个三不沾 看看进攻 放开 别看这三十后 这个赵大鹏啊 赵大鹏还是有经验了 还是很聪明了 对 利用这个时间枪 你看 把点起来 把这个急车 这就是装了急车的一个犯规 这个罚球真的一般 三个罚球 现在只中了一个 四罚只有一中 第一节 北京队的最后一次进攻 赵大鹏还是不错 对 看看里根 三分 争抢篮板的过程当中 底下有推人的动作 赵大鹏又被吹了个犯规 看一下在篮下 有一个推人 这样的话 北京队原本这个进攻 已经是无功而返了 结果因为 赵大鹏这样一个犯规 又获得两个罚球的机会 尼春强好像在场面指了一指吉布森 是不是第二节应该肯定是要上的了 两发两中 双方是差9分 所以打到最后赛第一节派出全滑板 这可李智老还是敢用了 这个真的是勇气可嘉 篮下绕了一圈 这样把球投中 黄梓瑞 年轻球员有时候打球 他会很有想象力或者很敢打 不按照套路出牌 反而不好防 至少从第一节看来 广萨这帮年轻球员的90后 在场上打激活赛 没有紧张 没有那么多包袱 对没有包袱 就打的话比较开 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好 这样的话首节比赛 北京队在客场是领先了7分 28比2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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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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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这个整对性的一对一 吉普森也是今年常规赛的得分王 犯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边站位不给过来 约翰逊绕出来接球之后 中投没有投进 这边里根 莫里斯也是拉到高位做个侧应 对 就是打这个吉普森 莫里斯居然没有好好的欺负一下对手 李宗盛这边速度很快 这个时候打的有点急了 对 就这几个回合 王犯的进攻了 这个打的不是很明确 对不是太清楚 对对 感觉到了前场之后有点乱 给篮下 这个大帽 现在来看的话 这一节的开局 广沙这边的进攻没有进入状态 为了两个外员在下面整整做了一几 对 所以上海的还是要有个乐身的过程 这个因为跟之前常规赛 比赛的阵容 还有打法 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 这边又是一个三分 里根也中了 比整个北京队整体的三分球还是不错 六个三分 这个三分线外的得分 是占了整个到目前为止分数的一大半 阳迅迅 阳迅这么高 漂的外围这样拖 所以它这个内线 浙江广沙占不到优势 对 里根又来了 这球没有 而且这段时间 整个快速的快攻没有打出来 看这一下 快攻的优势体现不出来 对 快不起来 这个召唤规获获得两次滑球 里根据 都会有了 出场 您的 确认 也行 最好 最好的 辈子 都会有 那 两发两周 但是广大如果是按这种节奏 打下去的话 那等于这样的一个阵容的安排 就没有收到效果 到第三节双方还是一个双外援的对方 就是这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连环有点打了时间 该换一换了 有点过长了 对方也适应了 这是谎击 这边看到北京队今天 北京队他现在也注意到你这一点了 所以他头发篮就外围的整个就撤回来防守 可能我没有你吉普森快 那我就缩短我的距离 吉德这一下被吹了犯规 对手已经把球抱住的情况下下手 现在是吉普森这个点没打开 对 主要其他的队友给他的掩护 内线内线也不得力 是 可以看到这一截打到现在 广山只得了4分 但是今天对莫里斯这个点 现在防了还是相当不错 对 好 这要防起来了 这球肯定是不算 先防归 这时候呢应该是叫了一个暂停 双方第二节的比赛这前五分钟 场面都没有打开 两队单节是打了个4比4 效率都不高 看看经过暂停调整之后 比赛的场面会不会有所改善 机车 在上边 多什么 你到里面去吧 我在上边 不能说 坐坐在你 你 infect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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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加油 起步打个一撃 下一个但是要打他就吃 好 看看再停回来之后 首先是北京队的进攻 莫里斯 今天对他的看防具人很简 走步 相当明显 走步也24秒为例了 今天可以说双方整个的成功率 包括第二阶就是说比赛的效率相当低 你看第二阶打了将近一半 现在才4比4 总共加起来才57分 你看昨天那两场比赛 第一阶 昨天天津队就得了三十几分 吉普森这边已经把身前的防守球员 已经整个重心晃倒了 但是出手还是没有投中 他必须要投 他要试试手感 是啊 现在只得了两分啊 这边来了 5 6 哇 这个篮板抢的不错 这个篮板抢的不错 比根 能够能够打打莫里斯包的 做打是没有优势的 一定要拉出来 用自己的这个速度 莫里斯这边马上还一个 哦 看台湾这球怎么吹 哦 看台湾这球怎么吹 把急者给放倒了 这时候呢 把他换下去 换上张永鹏 所以这个第二阶广萨队 今天这个双卖云的优势 没发挥出来 对 那这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要调整一下防守 因为这段时间呢 北京队呢 已经适应了他这个二三联防 连续几次进攻成功 双方这个分叉啊 刚刚是第一次 被拉开到两位数了 结果呢 广萨这边打到内线 一个内传内的配合 张永鹏把球放篮 哦 现在改变了 现在对 进行这个轮定轮了 有了个变化 看这边能不能收到效果 莫里斯 这篮下打的相当强硬啊 广萨现在内线 真的没有谁能够对抗的了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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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莫里斯的罚球 2加1成功了 已经差12分了 所以今天确实广萨整个上半场的进攻的成功率确实太低了 对广东队对北京队的二三连环没有采取出一个好的效果 确实因为林志杰的受伤 因为林志杰在外线还是他的进攻 他有三分球还是比较稳定 包括他的突破也是非常凄厉 所以在这一点就二号位这一点上确实的对广萨影响相当大 不断的利用自己的转身 网出机会这边应该是一个好机会了 吉布森 不过造成了孙岳的犯规 孙岳手上有个动作 孙岳已经四次犯规了 上半场比赛还没打完呢 因为他对于广萨的他快速的快攻快速反击的 因为孙岳他今天在整个排名步骤打的是空位 所以他一分球他是排在最后的一个防守队员 所以他要退防 所以他个子比较高 吉布森他是速度比较快 所以在退防当中容易造成他的犯规 吉布森是不是这边要调整一下阵容 要对孙岳要进行一些保护 上半场还没打 是啊 第二节还有三分五十秒 他已经四番了 这时候老马上来 老马上来把孙岳应该要放下 老马上来就打一个孙岳这个位置 所以这是临场啊 必须要做的一个被动的调整 随机应变 嗯 把竹岩锡放上顶替这个莫里斯 莫里斯 对 因为毕竟这个广萨的内线不是很强的 啊 广萨这边又重新回到了联防 反正马不里上来 是不是他们就相应的变成联防 突进去 哇 好球 所以前面都防得非常好 就是中路这个 今天那北京队的突了不少 嗯 所以的对未来这种协防 做的还是不够 这里跟这里一突进去 哎呀 这边也来一个 刚刚没错 稍微一个演组 又中路突你看 对 连续的突分 再突进去 马不里这次自己出手了 确实在空间这个感觉非常好 对 远远 这下机会不好啊 投篮也是显得比较面强 几达 这边出手投一个三分 这下裁判认为防守拳并没有犯规 球没投中 这边直接的出手一个大号的三分中 这时候手感逐渐的找回来 对 对 他这个点啊 在广萨这个球队里 他这个点非常关键 他如果得不了分 那个这个球就相当难打 嗯 比经队这边里根呢 也是尝试三分出手 但是没有命中 吉普森这边又来了 来看的哨又响 这回吹了翟小川犯规 哦 翟小川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这个就完全是没必要了 专门冲到另外一边 还要冲到这个主裁判的王军之的面前 看到米露蕾还有这个北京队其他的队友啊 这时候想拉他都来不及了 直接被吹了一个踢 昨天的两场比赛呢 都特别的激烈 感觉裁判的这个尺度啊 好像一下也很难去适应 稍微松一点的情况下呢 往往就会有这种比较剧烈的一些对抗啊 甚至一些超技术范畴的一些身体的碰撞 今天不知道广东那边怎么样 反正现在这场来说的话 整个应该呃 这个气氛还是对的啊 这边两罚全中 网上现在是把这个分差缩小到五分 叫了一个暂停 上场比赛还有一分44秒 来一分43秒 对于红尔同上 我来说的那边 因为我来说的 你的这边 一个在相产事上 我来说的 对于红尔同上 我来说的 对于红尔同上 我们的文明主场已经坚持到现在 今天我们要坚持住 因为今天情绪比较激动的球迷 在坏鼓冲击棒或一些小小东西 同时不要太激动 请以后坚持住 也不要手滑飞出去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请注意安全 请更多的观众在当中 请到警察不要滑出去 暂停回来之后呢 继续是广煞的进攻机会 40比45 还差着5分 吉布森 这边又是抢头一个三分 这样也中啊 哇 第二节的末段 吉布森这一点来了 单节现在已经是16分 马伯利 包带要包紧 嗯 努力今天得分也不多 不多 哇 而且他这个罚球啊 居然又出现这种第一罚不中的情况 又是两罚一中 下面专门对折不是进行要采取防守了 对 必须要限制他这一点 看看外线 这次没有 马布林 拿到了后场的篮板之后自己运球 哇 那个空中的感觉太好了 你对一里要防马布林确实标 这边吉普森马上还一个2加1 你看这个反击时度多快 对啊 感觉这镜头都扫不过来 现场在大叫大喊MVP啊 因为吉普森已经是常规赛的这个得分王 如果在季后赛 他可以率领广沙走得更远的话 这个赛季应该说他的这个加入啊 应该说是广沙成绩一个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原因呢 也得到48分了 单捷19分了 单捷19分 这一截现在这个广沙总共是得了25分 远头没有哎 但是这个篮板球丢的李征江在场边啊 感觉应该是非常恼火 看上场走的时候呢 刚才就是34号赵大鹏他犯了嘛 不理就是往下线去吐 但是过来补防的 嗯 还是没有来得及 袁翰勋 这个袁翰勋 内线做的低位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弱 应该确实升级比较担保 对 看一看赛季场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啊北京都能把握住 这一截北京队的外线啊 手感没有第一截这么出色了 八头只有一中 看看这次怎么样 投了个三不沾 在哪个半球这样丢 哎哟 这也是实在太不应该 这样的话52比46 北京队是领先6分 结束半场 稍时休息 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双方 下半场的比赛 我们下半场的比赛 刚一段过程后我们现在到中场的游戏晚期间 今天会有一个小小游戏来自为大笔保险 三分球场上的比赛 三分球场上的比赛 先让我们来关注双方的比赛 现在我们来关注双方的比赛 先让我们来关注双方的比赛 这边关注双方的比赛 开吊方的比赛 再来关注双方的比赛 在这边关注双方的比赛 下半场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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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在我们来关注双方的比赛 你不得了,你不得了 啊,不得了,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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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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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开球又失误了 对这个第二阶 这段时间管他队打了相当乱 这样的话双方那个分差 又重新被拉开到了两位数 又落后10分了 确实他现在在场上这个进攻点 太少了过于依赖吉普森 是 除了吉普森之外 其他人好像基本上不得分 可以看到在双方的第二阶的比赛当中 广煞单节是得了25分 吉普森这边自己一个人 就得了其中的19分 而另外的一位外援约翰逊呢 这二节比赛只得了4分 里根的罚球 今天里根 已经是12分5个篮板 其实他也就是打了一节多一点的时间 现在场上这套阵容了 北京队还是以续连这个阵容为主 对 急者 又被吹了个犯规 这样急者也是4次犯规 现在在场下坐着的孙岳也是4次犯规 有失误 双方都在失误 今天的双方就失误还是比较多了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节 这一节才打了两分钟 多一点就已经三次失误了 广煞三次 广煞今天失误比较多 确实了 就年轻球员在打这个季后赛 包括吉普森 他也是第一次打这个CBA的季后赛 所以 一个讲究快 那么在快当中 确实这个传球的15就比较高了 而且现在北京队也是看准了广煞 只有吉普森这一个点的一个短板 比较放心大胆的 对他进行比较严密的一个甲防 让他突破很困难 对 全球也很困难 这是一个二三连防 另外的前面还有一个领防的 所以你一突他就往里收 内线还有莫里斯在坐镇 对 只能是这样抢头 这个没有办法 这种不讲理的头法呢 你投进了那换谁也得认 对吧 但是总不可能你每次进攻都这样打 或者说你每次这样出手都能投中 就从整体的进攻来说 北京队确实是这边呢 打了 还是要比浙江广煞确实要丰富的做 对 最起码北京队这个球传到内线 然后再出来 对吧 有进有出 而不是像广煞这边 吉普森拿球 看看有没有 还是不行 确实今天广煞的其他点 太不给力了 对啊 吉普森这边呢 拿球要不然就自己 压到最后一秒 像刚才这样 这已经完全是一个超常规的投篮的办法 要不然呢 就是自己非常辛苦的突破上篮 如果传球的话 其他队员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反正球传到手上 不管是在什么位置 张手就投一个 那么就拿下来 两个那四个 这边四个男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吉普森这个确实太快 而且频率 特别快 幅度又特别小 两块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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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布里球给莫里斯直接出手 莫里斯这个点到现在也还是没打开 对 莫里斯现在只得了五分 两个队今天大外援的表现都很平庸 机会啊 外线三分有了 必须要有这样的意外结合 张伟关键的一个三分球 张伟关键现在差五分 篮下突 球进 哇 这是今天吉喆投中的第一个球 在今天北京队所有有上场时间的球员当中 只有吉喆是没得分的 这一下也打了个二加一 今天可以看到北京队呢 虽然莫里斯这一点被限制的比较死 但是呢 两位国内球员的表现 外线呢 有朱燕熙三分球五投三中 内线呢 有里根 两分球是六投四中 这两个球员得分都是上了两位数的 所以帮马布里呢是分担了很多这个得分的任务 而在广煞这边呢 还是说过于依赖吉普森了 这两个球队呢就是 这边广煞是一派依赖外援吉普森 那边呢北京队的整个整体的发挥还是相当不错了 对 得分点比较平均 比较分散 像你来广煞防起来也是更加困难 而北京队这时候呢就可以针对 对 对方的吉普森呢 呃 在调整自己的防守 咱们记得跟着 哦 最好 对手 好 对手 好 说 起身 分球 太灵活 但是今天广赛了 这个篮板球 莫里斯在指挥其他的队友 漂亮 看这个配合 打出来的 但是没劲 莫里斯今天确实状态不顺 这边马布里来防吉普森 哇好球 很多这种不讲理的三分啊 今天吉普森投进去 26分了 对 因为队友投不进 就不能算他的助攻了 这球是爆竹 但是传出来的时候 吉普森突然的一个启动 还是把球断了 看看约翰逊 一个基地全球 这样也拿不住 这样也打不进 哎呦 看着我们都觉得着急啊 这样的球打不进 那真是 谁能帮得到你呢 看这个场球 这个球传来有点低 对 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接下来 孙宝南这样的球 在篮下打板打不进去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打2加1的机会 就现在变成了两个罚球 广沙就是只落后这几分的分数 但是呢 从第二节比赛到现在 一截半的时间 始终就追不上 但是今天广沙的罚狼也不准 对 这时候呢 把孙宝南换下 61比66 还落后5分 拉布里 都给出来 还是没投 好球 这个通过大范围的转移 对 这时候你再散步的时候 刚好利用的时间 他一下投了 今天感觉整体的一个配合上面啊 比对手要熟练的多 约翰逊 跟这边冲起来像个小坦克一样 但是这呀 传球队友也是没拿好 看看 这边金森 给到约翰逊 好球 这球是两个外援的能力 金森这球非常聪明 他主动的往内线 往左侧去靠 把对方的整个防守的重心 往中路吸引之后 这时候再分给侧翼的约翰逊 然后约翰逊 还有一个空间 他接球 很舒服 而且可以直接的面框呢 去加速 去启动 造了对方一个犯规 看能不能打一个二加一 大个 小个 可能花球差 现在对到只差4分 马布里 干拔两分 马布里 马布里 起步 一起录了 就是很容易 广沙这边应该是叫了一个暂停 64比70 他们现在还是落后着6分 这和上半场比赛结束时 双方的分差是完全一致 这和上半场比赛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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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三分 三分球七投五中 打法很简单 就给他做搞给掩护 机会来了就投 这个又突 好球 里根今天确实表现不错 对 12分7篮板 广沙广沙其他的队员在场上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给吉普森制造机会 让他选拨 让他选拨头还是突 让他选择头还是突 两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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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吉普森的罚球还是比较稳的 前面的九个罚球是全部罚中 还是差着六分 就是第一节比赛拉开的这七分的差距 基本上后面就始终在维持 罗里斯向裁判投诉 对方犯规啊 影响到他 黄小慧 这场比赛的这个赛前准备会上面 米露蕾给这个北京队的队员下达最后的指令 黄小慧就是工兵队的队长 就是看这个蓝领工作的 这要穿的是突击队赶死队 而马不里就是总司令 确实黄小慧现在在场上要负责去盯对方的吉普森 这个任务确实很重 确实因为了北京队确实他的伤病也比较多 像李薛琳啊 你看现在我们上场 包括他的原来老队长 这个陈磊是吧 老将的陈磊 对 所以说这个呢 对北京队的整个阵容的龙方也是影响相当大的 这边现在第三季还有3分27秒 71比75 暂停过来之后 看看比赛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比赛会朝着哪个方向去 比赛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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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他个人的表现当然是依旧抢眼 在常规赛呢 场均是能够砍下仅仅32分 那么今天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得了36分了 但是他这样的表现 并没有说能够完全的带动全队 在常规赛的倒数第二轮 当时呢 东莞马可波罗是做客 来面对浙江广沙 那场比赛 吉普森的表现和这场 也是如出一辙 个人的得分非常抢眼 但是并没有说能够盘活 整个全队的进攻 其他球员的得分 看看这边怎么样 还是上不进 记者今天得了三分五放 好 好 差两分了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出过分球还是传到马布里的手上 竹林区作为一个抛头 这篮板球没拿好 非常快 对又快又准 这球裁判认为是没有犯规 约翰逊虽然倒在地上 镜头一转过来 这边吉普森和北京队看防 他的是不是王晓辉 若是双双倒地 王晓辉有午饭了 对这个犯规还是比较多 就第四节上来包打 现在因为第三节比赛还没打完 北京队这边可以看到王晓辉五贩 六贩下去了 已经是第六贩了吗 对 那就是已经提前离场了 那么这时候孙岳必须要重新回到场上 但是孙岳现在身上也背着四次犯规 急者也是四次犯规 这还有一节多的比赛 所以现在对这个吉普森这个点呢 确实北京队要找一个合适的防守 在迪士阶里看都没办法 都可以马过一下 是 现在来看的话 真的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他李薛林受伤了上不了 所以在1号位这个位置 这边断球 尤汉逊断掉了莫里斯的球 但是运球到前场 自己没有控制好 吉普森把球捞回来 确实是快 看这边现在场上的形势有点乱化 吉普森连续的夸下运球 这边是打得越打越兴奋 吉普森造了翟小川一个犯规 确实防不住 因为他这个翟小川 他的个子是比较高 吉普森还是15块 所以他稍微一防一突 你没办法只能下手 一下手就犯规 翟小川那个重心比吉普森高多了 38分 哇 这两个球再罚中就是40分 刚说完 而且吉普森前面的这个13阀是全中 看看这次 15个阀球 只发丢了一个 三分球是7投5中 两分球是8投5中 这边的马布里也是 所以打这种比赛的马布里就是经验标准 一看你这个整个退房还没有站稳的情况下呢 他也是利用个人这种突破和内线照放过 听到现场的观众一片欢呼 就能够想到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方方现在只差了一分 马布里两罚一中 关键是现在北京队多名的主力球员 身背多次犯规啊 这个还有一截加上两分钟的时间 而吉普森这边的得分正式突破40大关了 可以说这个第四节 可以说后面上来这个第三节整个是耽误虚 是啊 效率太高 这还有一截的时间 吉普森看来今天要奔着50分去啊 犯规 就算说这个广煞可能全队能打到100分 吉普森有可能会占了一半 多么恐怖的一个比例 78平的情况下莫里斯的罚球 меньше phase 这边 蹲下球过没人没过去 人没过去 对 孙悦 這边2打1 结果居然被张伟给防下来 吉普森马上要一个三分 没有 主场的观众这时候都已经起来了 哇 马布里也出现了这样传说的失误 这一节当中是失误4对6 而且我们应该记得是这一节开始前两分钟 广煞就已经三次失误了 等于说后面北京队在失误这个数据上奋起直追 约翰逊来一个 有了 这回可真是麻烦了 如果两个外援这边都投开的话 北京队防不胜防啊 现在怎么去限制吉普森这个点都已经够头疼的了 这边宝煞终于反超了 但是马上孙悦这边利用自己的突破 进两分 再加一个罚球 成功的打成三分 吉普森 追着打 嗯 确实 确实跟不上 约翰逊 哇 这一球 太漂亮了 可以 对 第三节的最后阶段啊 现在双方是83平 哇 季后赛的首轮比赛 场场都是这么激烈 原本以为今天这场北京队第一节上来奠定一个领先的优势 并且继续保持 但是到了第三节的后半段 网煞队这边终于是展现出恐怖的实力 尤其是两个外援的手感状态出来之后 这就差点传丢 吉普森抢头一个三分 因为这个第三节时间到了 对 没有时间把球传给篮下的队友 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之后 双方来到83平 这样的话应该说是给第四节的比赛 埋下最好的一个伏笔 吉普森已经得到了41分 这场比赛究竟鹿死水手啊 稍后拭目以待 每次啊 这场比赛的比赛 次一切都可以 这场比赛站 担穿得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马布里今天是19分4抢断两个篮板 而吉布森这边的数据41分 虽然只有一个篮板球和三次的助攻 其实他的助攻数不应该只有这么可怜的三次 有很多个球他传给队友传的都非常漂亮 但是队友没有把球打进 所以打到现在为止 这第四节才是真正的这个战斗开始 对 如果目前的一个情况 现在来看的话 两个队 北京队这边呢 王小辉 这一个主要的外线的防守人选 已经是六贩离场了 那么其他的球员当中的 孙岳 吉哲 翟小川 这三名球员都是四贩在身 谁来限制吉布森的一个发挥 莫里斯 所以北京队呢 还是上于打这个阵地上 漂亮 哎呦 这是个爆了 广萨这边呢 主要是以快为主 另外呢 他的打法很简单 这个吉布森 这时候约翰逊抢得好 这是五号的苏若鱼 莫里斯 他自己来了 就整个 这个北京队的这个大外园 就是莫里斯的 从前面的比赛 打到现在为止 今天呢 他这个点呢 没打开 以往呢 就是北京队呢 就包括拿总冠军那一届 包括去年 就是他这个点呢 确实发挥非常好 所以他这个点 没有发挥开的话 对北京队的内线 他这个优势就没有发挥出来 你看今天才拿到12分 对 篮板主要才四个 对 这个有点太少 在场上显得就不是很幸痛 啊 这边北京的还是二三连环 大范围的转移 约翰逊这边直接出手 没有抢到前场篮板 这场篮板就抢得不错 对 约翰逊这一下自己 大个局面的内线运球确实 对 莫里斯 有了 这一下这个 逐渐的把手感走回来了 是 14分了 吉普森 这一段时间 吉普森 两头都没投进 所以吉普森的发挥的好坏 对整个广杀队的走势是相当关键 摆出一个摇二 这一球刚才是拍到手上 一个犯规 那吉普森这边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找回感觉啊 啊 这边突进去又被 对方给封盖 一个快攻的机会 马布里今天第二次出现这样传球的失误 那广杀 是马布里退回来的时候犯规了 先打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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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呢 重新把赵大鹏换上场 这法球直接 直接扔到了对方的手上 所以这个一散场 这个年轻球员确实惊讶不出 其实他那个大范围的转移球的后场 已经有个机会出来了 突进去了 里根这一下又被对方摁下来 北京队今天多次在外线这样大范围的转移球 来拉开机会 金森 转了 这打他有点累了 对 看他命中率逐渐的下来了 连续三次没投进 漂亮 好球啊 两个队今天确实是展现了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种篮球 哎呀 又一个失误 这边广沙队球不交到吉普森的手上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打 叫暂停了 这段时间呢 整个广沙队的进攻呢 就是只要吉普森这个投篮效率下来了 就是整个的球的转移了 就是出现了连续出现两次出 对 所以说还是比较 或依赖于这个吉普森这个顶 依赖于吉普森这个顶 依赖于吉普森这个顶 有点赚于吉普森这个顶 那种凶师的赚于吉普森这个顶 都是严重的 就是严重的 换力中的一个秩序 是严重的一个秩序 就是严重的一种 在严重的秩序 中文字幕——YK 就刚刚这个李智老这个暂停叫了还是相当的及时 对 暂停以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主要是看进攻 还是交位 这下的碰撞 吉普森有点吃亏 马布里是从这个侧向过来 吉普森应该只是余光瞄到 再来看 刚要一转身 马布里这边扑过来 马布里也释放了 所以今天可能真正绝逐胜负 真的是要把比赛到最后半截的时间 看暂停以后整个广杀队这边的变化 看这边的三分还是没有 其他年轻球员要敢于打 对 过于依赖吉普森 吉普森确实连打到现在为止的 手感有点效率下来了 体能可能会有点下降 对影响 因为他 重点盯环的队员 对 因为他不仅仅是说要完成进攻 球队的很多进攻还要由他来发起 来策动 所以对这种依赖外线为主的球队 你确实一旦对方防守加强 或者你的命中率下来 那么你内线没有稳定的进攻点 这个比赛就相当难打 反过来 北京队这几次进攻都是依赖内线 莫斯现在逐渐的开始发挥了 照你犯规也是获得法兰的机会 也是得分的一种手段 这时候看到广沙要换上王征 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要去限制一下莫里斯这个点 莫里斯现在已经得19分了 这个球在头中已经是20分 这一截了 他现在已经是得了8分 输入于换下 输入于今天篮板抢的不错 有9个 但是现在也是身上的犯规 只有4次 他要自己运球摆脱 然后寻找出手的时间 好好的 这个球来了 太及时了 9号已经聋了 这是大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说不定这场比赛 儿子会成为老子的一个旧兵 看这边吉布森又突 给一番线 这个长臂 确实他就非常好 是 感觉离篮筐这样的一个距离 可怕很难完成 接球刚好 金森这个球也传得非常好 他刚好接球 直接就起 直接起来了 直接往起拔 不用做任何的调整 这时候北京队又赶紧叫了一个暂停 双方看到现在只差着1分 还有最后的7分08秒 约翰逊 刚才的一季单手的暴扣 拔弃外露 应该说今年这个赛季的季后赛 大家没有想到第一轮比赛就会打得这么的激烈 除了昨天的两场比赛 这个分差都在1分2分 决出胜负 今天看到第四节比赛先打到还是有7分多钟了 北京队就领先1分 而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 现在广东队在客场也只领先上海队2分 所以每一场比赛 所以今天这个到了季后赛 这双方出的实力还是相当捷径 对 关键是广东和上海这个第一和第八都能打成这样 是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场第四和第五之争了 赛前可能大家会想到了会非常激烈 也确实如此 暂停回来之后 现在双方都是 自己所有的这个本事都使出来了 失误 自己往里突 分球 底脚 没有投 再突进去 哇 这样船难度比较大 要注意 差点丢掉 该投了 要注意进攻的时间了 约翰逊 底脚的三分 没有投中 抢到前场篮板 这边 吉普森再分出来 要把这个进攻时间稳一稳 哇 接球直接出手 犯规了 犯规 这是一个三分出手的犯规啊 三分投篮的犯规 米根应该是对裁判的这个判罚是不满意 看一下啊 冰队这时候呢 把急车换下去 北京队这个赛季确实受困于他们的一个伤病的情况 这个打球的人是比较少 这个吉普森呢 第三节就已经得到41分 现在呢 打了这第四节差不多快一半 现在才放过一下第一次得分 发了一分 嗯 所以说这整个第四节 确实北京队对他这个点还是加强了防守 对 另外呢 本身自身可能体力也下降 对对对 还是有影响 呃 应该可以看到这一节开始之后 吉普森出手几次没有投冲啊 他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打法 呃 这几波的进攻当中呢 他自己出手的就比较少 对 更多是把球传出去 让队友来投 还有一个罚球的机会 前两罚是中了一个 今天北京队到现在为止 总共只有八个人在场上打球 所以这对于球员的一个体能 呃 对比赛的专注度的保持 非常严峻的考验 因为一到了季后赛 在跟常规在整个就是不同的节奏 哇 漂亮 孙悦 孙悦还是 嗯 比较稳 嗯 11分 比较稳 Gibson来了 看看歇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找回手感 哇 今天到现在是46分啊 加上这三分是46分 奔着50就没问题了 对啊 真的是奔着50分去了 哎 又让孙悦再投一个 又中 双方现在飙上三分了 孙悦是连中两个三分 袁翰逊 再分出来 好机会 这个一出手就看到差很多 哎呦 这一球 黄征 拦下造了犯规 所以今天 广泛了好多这球可以打2加1的 对都没打 都没打进去 关键看这个犯规吹到谁的身上 如果吹到孙悦的话 就是午饭 午饭了 这还有五分多钟 那也要让他打呀 北京队真的没有什么 太多的人了 除了今天先发的五个人之外 就里根 莫里斯 翟小川 只有这三个 能够和这个 自己的这个先发的队员呢 然后有一个轮换 而在先发的球员当中 现在王小辉 已经六番离场了 就等于说剩下就七个人在打球 现在打到这个时候了 篮板球拿下来 快攻 这个运球啊 这个太不聪明了 这就是年轻球员在场上这个比赛的经验 对这个就埋头往前带 这个时候啊 现在开始打的是比赛的经验 就在经验来说 确实北京队要丰富了 阿布里这个商欲复出之后 这个状态啊 确实啊 这边又失误 莫里斯 要自己上了 好在后面呢 有队友跟进啊 帮他补了一下 连着两个俗 对 这非常要命 关键是打到最后的这几分钟的时候 每一次机会都很宝贵 因为一个往返两分的出入 这么胶着的比赛 很可能形势就不一样 连逊 球差点又丢了 这个找阵地杖 确实不是广杀的 这个特长之处 这球冒下来了 莫里斯猛啊 在自己运球到现场 再给出来 这是机会 朱燕熙的三分 没中 长传 三打二 这边要三分了 吉普森 也没有投中 抢到前场篮板 赵对方犯规了 谁犯规啊 里根犯规 这边是年轻球员确实 关键时候 这个心理 还是过不了关 这种压力 今天整个广杀的 伐篮的命中率 确实比较低 李金龙 95年出生 现在是未满 19岁 差一分 比赛的最后三分多钟 看这边莫里斯的中距离 稳稳的投中 所以对广杀来说 现在这样按节奏来打 不是他的好处 所以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打出来 看到外线 李金龙在头三分 哇 漂亮啊 这关键时候 是啊 这两个三分啊 这几个 这个一次到他 拿灭自己 他还是有反应 因为他国庆队的时候 他也是外线 也是一个投手 这有点继承这个 你知道当年这个 哈哈哈哈 有一个急停 反超两分 哇 最后这两分多钟 这比赛刺激啊 哎呀 这每一次的进攻 要看一看 可能都会对比赛 会产生一个根本的影响啊 北京队这边打得太累了 就这么几个人 广杀队打到最后一截 这周李金龙上来 还可以扮演一个骑兵的角色 连住两个三分 北京队这时候 就是要靠场上这波球员 老马 20分了 103平 双方这一节比赛 从83平了 现在来到103平 约翰逊 湖顶的位置出手 头三分没有 这边吉布森居然抢了个前场篮板 这几个篮板抢了非常关键 对 结果李根只能是犯规了 李根也五犯 看吉布森的罚球 这场比赛他之前罚球18罚 罚中16个 两罚罚中就50分 对 全队105 他个人占50 当然要看接下来的这一罚 罚中 王莎再次的领先2分 而吉布森的得分上了50 王莎犯规 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 广东东海银行在客场是95比91 4分的优势 战胜了上海 这是季后赛啊 打到目前第一轮 第一场出现客队赢球了 这场比赛会不会是第二场 然后还要最后的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来揭晓悬念 明珠蕾这边叫了一个暂停 比赛还有一分54秒 105比103 主队的正将广莎是领先2分 清兵 三国 三国 凌产 3 2 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最后这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每一次的进攻 都是相当关键的 机会都非常宝贵 还有五秒了 注意时间了 必须要出手了 没有看到吗 这绝对是个24秒为例 李宗盛这下出手的时候 明显已经时间到了 北京浪费了一次机会 李宗盛应该是说球员要动动脑子 这边也加强对马布里来防吉布森了 好球啊 这个球传的简直太恐怖了 整个底线漏空了 哇我看到吉布森这个动作 我还在想他球可能会传到什么地方去 他所有注意力都是集中吉布森这个点 没错 莫里斯他也怕他突如那些 所以整个底线都抵征 没有 这样北京队就危险了 因为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落后4分 广煞这边呢要把这个进攻时间尽量的消耗掉 如果打进的话至少是领先6分 拉开了 现在这个时候就找 就给他突了 分出来 机会 看看三分 有没有 这球是稍微短了一点 弹框出来 维系队抓紧时间了要 赶紧出手 哎呀 莫里斯居然投了这么一个三不战 这球怎么吹 是里根犯规吗 没有没有这个实际的 就只是出界 这样子这个北京队很被动 对 37.2秒 落后4分 这样的情况确实很难打了 看一下吉普森今晚的表现50分 别人 有个大部分 不可 甚至说这支这两广煞是吉普森一个人的球队都不为过 而且他的50分而且只是打了三级比赛 对对没错 三级还没打完呢 第一继了根本就没上 哇 吉布森今天晚上是2分球 14投7中 3分球12投6中 罚篮是20罚18中 加上4个篮板 还有3次的抢断 还有6次的助攻 12次被侵犯 这个力量加上红手了 这球吹的是莫里斯的犯规 吉布森在罚球 这两滑很关键 对啊 全中6分球 北京队就必须得抢两个三分了 对要去 三次进攻的话 这个时间可能没有 两滑全中 要抢时间了 马布里运球到前场 赶紧出手了 这球 广莎这边的防守应该是很明确 诶 诶 这球 让他带到这个位置在犯规 拉也没拉住 两滑再次全中 这必须第一时间马上出手 这球在头部中应该没有了 孙玉还往里打 但是这时候广莎肯定是放你进去了 还有6秒 坐后4分 对方在罚球 李金龙 是李金龙今天作为角色球员起到这种作用 对 他的两个关键的三分啊 这第四节比赛 感觉有点这个让北京队啊触不及防 对因为呢 那个时候非常关键 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是整个之江广赛呢 就是形成什么的一个得分方 而且的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呢 都是两次都是通过李金龙的这个三分球 把比分追平 对 所以说呢 作为李指导来说 他在用能方面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他的胆量是非常 没错 没错 从今天派出的这个先发啊 全华班的一个年轻球员的阵容 到最后一节这么胶着关键的时刻 让还未满19岁的李金龙上来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布置啊 是广赛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重要原因 最后这场比赛的比分 锁定在113比110 这样的话 在本赛GCBA季后赛的首轮比赛当中啊 这样的一个系列赛 浙江广煞呢 是在主场先胜一场 那么接下来呢 将会是到北京的主场 进行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呢 也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比赛评数是由我们的嘉宾 陈英百指导后陈阳 一起为您带来的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今天整场比赛大家从落后 在有耐心的往回脸 作为一个弱队 我们运动非常比赛 我觉得大家今天表现非常不错 特别是第四届 大家能坚持到最后 能把比赛扣到最后 能挺出来 表现非常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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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